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1月31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亦凡 我们的新闻除了在频道中播出 也会在YouTube以及Facebook关天下粉丝页进行直播 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加入萤幕画面右下角的QR Code 来观看关天下新闻 新北市交通局为了让民众可以简单方便 表达对新辟公车路线的需求 特别和新北市公车工会合作开发跳蛙公车APP 并且在31号这天召开的记者会对外公布 未来民众可以透过这个APP来自己来规划路线 输入要去的地方以及希望几点到 之后只要募集到一定的人数 路线就会在20天之内决定出来 由于北北基陶市共同生活圈 民众的同期同学可能跨越市境 为了满足此需求 新北市交通局主动邀请金融市台北市桃园市加入 在今天的记者会上 各式都同意缩短新闭路线审议流程 以加快回应民众的需求 北北基陶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民众在这四个城市都有移动的一个需求 所以我们也不常识 我们就主动询问台北市 询问桃园市 询问基隆 那很快就获得他们的一个愿意加入的这个意愿 所以刚刚今天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北北基岛四个县市都在里面 那也提供这个在这个区域里面民众 刚刚我讲的能够方便又快捷来搭乘公车 做他同学或同行的使用 跳花公车APP功能可以让自己能规划在住家附近 到公司或学校附近的公车路线 只要募集足够搭乘人数 业者就会在最短的时间内开通此路线 让民众能搭到更方便更省时的公车 可以透过这个APP 及时的反应给我们交通单位 我们四个县市的交通单位 提供我们还有我们的公社业者 的经营业者能够掌握到最正确的讯息 然后在未来我们的这个跨县市的 这个路线的审查跟核定 还有营运上面 都能够共创这个双赢 真的有魄力 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创举 那么桃园这边我们有幸能够参与其中 这个只要是需要到桃园 我们这边做一些行政上路线的调整 我们绝对会快速的反应 来减少我们的作业的程序 这一点我们绝对来配合 交通局表示 跳跨公车APP能符合民众及时需求 让民众简单操作创造属于自己的公车路线 公车业者也能实际确切的依需求开通公车 有效率的运用大众运输资源 最后讲述长报道 我们之后 感谢观看